歌手谢文心加入音乐节目 无间音乐的主持行列已经好几年 在周志康这位前辈身上也偷了不少诗 阿康也大赞文心很用心 每次开工都很开心 这个无间音乐是非常开心 因为可以接触我最喜欢音乐 还有因为他的访问时间比较长 跟嘉宾真的可以长 所以就可以刮出他们内心的一些感受 那你觉得这几年有没有学到很多东西呢 我当然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常常的时候就是我 我开完了我的部分 然后我会坐下来看他跟其他嘉宾做的部分 因为我十分希望可以跟他学习 真的很真心 因为很多导演都说 其实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 你教我应该多多和他学习一些 沟通上或者是交流上的东西 所以我很喜欢看他做访问的 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说的 他就挖扶我啊经常 因为我是好朋友啊 就是我 因为就是笑我啊 我说什么都笑了 对 原来也有这样的一面 很有限啊 很有限啊 对啊 有限啊 他就是暗暗地欣赏你啊 我谢谢你啊 踏入新一年 大家在工作上都定立了不少新目标 而阿康就说会继续专注在音乐方面 期待很久了 粉丝 因为我们这个人马做的歌曲 就耽误了很久 那个MV终于就出来了 然后也谢谢歌迷 因为他们就不断的留言分享 还有就是支持我们 所以来年就是2021年就会继续我们 Happy Life的创作 那你呢 我今年都是专注于音乐上的东西 然后现在其实在网络 在选择demo的方面 其实我也有给他听一听 对 问他一些意见 因为始终选择demo 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始终要适合自己 然后自己又唱得好 所以都是一个挑战 听了demo觉得还OK 非常不错 但是他是一个选择困难的人 还有因为自己的音乐 真的要很高的要求 所以在很不错的作品里面 挑最好的真的需要时间 还有那个甜食各样的 真的很多准备功夫 他真的很努力 真的非常努力 谢谢你